警民合作一家亲 警民一家亲 基隆市多宇 为了协助第三分局服务到三分局 以及辖下七个派出所洽工的民众和园警 在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牵线下 基隆市和乐狮子会特地捐赠12个伞架 以及144只的雨伞给第三分局使用 也获得三分局由衷的感谢 因为是七度人 然后又是爸爸本身又是在民房的第三中队 中队长做了二十几年 那现在我就秉着服务的精神要回馈社区 所以说我想说警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人民保姆 很辛苦 所以我觉得我想很多民众来洽工 怕他们没有雨伞可以用 所以给他们一把爱心伞可以遮风避雨 那因为我们去年我们的前任会长 他有一个想法就做这个闪架 那我觉得这个闪架真的很好 因为可以让雨伞有一个放置的地方 然后就也不会因为下雨滴水 然后造成地面湿滑 然后造成危险 市职会的宗旨就是造福社会 服务群众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谢市长也是我们这个和乐市职会的 那我知道说和乐市职会是宜兰花莲 包括这个台东 也是这个就是这个和乐市职会算是最大会的 所以我们大概人数有多少快一百个 现在目前是92位 团结力量大 所以这个力量可想而知 那非常谢谢我们这个和乐市职会 他们的发心 因为基隆是一个多雨的城市 那这个闪架 就是让我们这个雨伞好摆放 也不会这样湿湿答答的 那谢谢你们 也谢谢我们这个和乐市职会 所有的这些会员 我想这个大家做事默默的付出 那由我们这个会长来代表 感恩你们谢谢 刚刚副议长有提到多余的城市相当实用 尤其在我们民众来我们派所洽工 或者说有事情 来地零我们这边来做一些地方上 自然交通做一些意见交换 那如果遇到下一个非常的实用 让民众有更多的一些安全的空间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